英语中和9有关的两个数 第一个是9 第二个是9th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9它是基数词 9th是叙述词 9我们把它翻译的时候是9 把它移成9 9th是第9 前面要加一个第几排序的 9它后面如果出现名词 一定是可数名词 而且是名词的复数形式 而9th它后面出现的名词 一定是名词的单数形式 因为不管它是多少 它都是指的是第几那一个 看下面例题 第一个 注意后面这个层加了s 是复数形式 所以应该填的是9 9 那栋大楼有9层 第二个 John lives on the floor 那么这个floor 它后面没有加s 前面有the the是叙述词 标志性的词 前面有the 后面一定是叙述词 指的是第9层 就是说它哪怕有多高 那么它直注的是第9层的一层 所以后面用单数形式 today is his 什么 birthday 注意这birthday单数形式 所以用叙述词 nice 是它的第9个生日 学会了吗 别忘了双击屏幕点亮小红席